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扫拖机现在很成熟 大概跟智慧型手机一样 品牌很多,功能也都很像 那你实际用过之后才会发现 很多小细节差异很大 那我个人对于扫拖机的需求大致分为 第一,它要避障,聪明不卡 不要扫到一半,我还得去救它 再来是它清洁力要够强 这是最基本的 那再来是强之外,还要够安静,不要吵 那最后就是日常保养要简单 不要发霉发臭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石头Q-REVO MAX-V 石头是扫拖机器人的领导品牌 旗下有两个系列 S系列是旗舰 那当年最顶的技术都在上面 所以它当然价格也最高 而石头的战斗机种则是Q系列 价格更亲民之外,功能还不打折 性价比真的是特别高 好,我们就不啰嗦,直接来开箱吧 Let's go 好,接着我们来开箱这支石头新出的Q-REVO MAX-V 那Q-REVO MAX-V其实就是Q-REVO的AI进化版 右边的是Q-REVO MAX-V 左边的是Q-REVO 那从外形上面看起来其实是几乎一模一样 那它分为机器人与基站两个部分 在外观上面采用全白简约设计 尤其是基站是真正的全白 可以完全融入家里的装潢 不会有突兀感 在上方左边的是污水箱 右边的是清水箱 换水很简单 直接往上拉 就可以直接拎到厕所去倒掉污水 那它的上盖卡扣密封性做得很好 我使用一整年也没有什么状况 中间的磁吸外盖把它打开来 里面放的是集成袋 容量是2.7公升 那我前一台Q-REVO用了半年 天天自动清扫 到现在都还没有装满 不过垃圾量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如果满了它会提示你更换 再来我们来看主角扫托机 这一次Q-REVO MAX-V它的吸力提升到7000% 比前一代也提升了27% 那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开到最大吸力 真的非常暴力 真的是吸得很干净 各种的脏污都可以直接清扫干净 不过那不是重点 日常使用我也不会开到最大 那马力的提升重点其实就是安静 日常我都用2档吸力 其实就很够用 它的中速可以达到更强的吸力 可是它的噪音又更降低 我们这样比较一下 你就可以发现噪音明显的降低很多 它平常在那边跑 我几乎听不到噪音 不会觉得有干扰 翻过来看Q-REVO MAX-V的主刷 是不怕毛发纠缠的TPU胶刷 再来是托布 乍看跟前一代一样 但其实完全不一样 两块托布不仅可以个别控制旋转之外 你把它拿起来看 这一次多了这个动态机械手臂 遇到墙边它会自动把托布伸出来进行插边 提升墙边的覆盖率达98% 真的是每一次碰到墙边 它都会把手伸出来 然后加强的清扫 那这样子你的覆盖率就会大幅提升 你就不会有边边插不干净的问题 同时Q-REVO MAX-V的机身内建水箱 拥有30档水量控水调节 加上每分钟200转的旋转速度 以及恒定的下压力 所以它可以保证你拖过之后 地板不会残留水痕 像这样子刚拖过去 卫生纸沾上去也完全不会湿 而且它回到基站充电之前 它也会伸出来去加强基站周围的清洁 把以前扫不到的死角缝隙 全部都清扫干净 这次的覆盖范围真的是多很多 如果你家里不只是木地板磁砖 那也有地毯的话 那Q-REVO MAX-V碰到地毯 它也会透过超音波自动辨识 然后自动增强吸力 它的托布也会自动抬升差不多一公分 然后去避免把地毯弄湿 不过如果你家里是长矛地毯 不想弄湿的话 那也可以设定禁区 让它不要进去 以往不管是哪一家扫地机器人 它们多半在扫地的时候 都是Z字型清扫 那单一方向在清扫木地板 磁砖的缝隙的时候 它容易遗留脏污 那这一次Q-REVO MAX-V 它多了紧致型清扫 它可以扫两遍 直线的扫过去之后 再来横向的扫一次 它可以保障无视角的深度清洁 那你在APP上面可以选择地毯深度清洁 或者是选择扫两次 它就会变成紧致型 在操作的部分 除了跟以往一样有APP遥控之外 这一次Q-REVO MAX-V 新增了AI语音声控助理 只要你喊Hello Lucky 它就会听懂指令 而且可以指定动作 例如我在厨房煮饭 地上有点脏 我就可以呼叫Rocky 拿来帮我扫地 Hello Lucky 过来清扫 让我看看你在哪 请原地稍等 找到你了 马上开始清洁 你可以让你下哦 再来说到我最有感的地方 就是我不用去救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扫地机器人 卡在半路回不来 你要去救它的经验 要么卡袜子 要么卡电线 再笨一点的 以前我还遇过 会骑到电风扇上面 下不来 但是这一整个月 我用Q-REVO MAX-V下来 我不曾去救过它 一次都没有 真的超爽 每次回家 你都会看到Q-REVO MAX-V 乖乖地在充电在那边充电 那会让Q-REVO MAX-V 这么聪明的原因 就是除了延续之前的雷达导航 以及视觉避障之外 它这一次在导入旗舰机才有的 结构光加RGB镜头 它是真的能够看到那些障碍物的外形 它可以自动辨识62种障碍物 比如说电线 拖鞋 袜子 只要它有侦测到 它就会自动绕过去 而且它在扫地的时候 它会在地图上面标示这些障碍物 那我在这边实测给你看 我在地上摆了一大堆障碍物 都是我的手机盒子 然后去设定这一块单点的清洁 那你可以看到 在实测过程中 它会立刻感知这一趟环境又变化 所以它走了小心翼翼 并且把中间遇到的障碍物都标记起来 像是比较厚实的盒子 它就把它标示成墙面 遇到袜子它就是袜子 因为这一次的环境检测技术 主要是透过摄影机 所以它跑到比较黑暗的环境 低光源的环境 就会自动打开前方的LED曝光灯 所以环境检测就会正常运作 不会乱撞乱跑 在APP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家里的3D地图 你也可以设定地板材质 磁砖的方向 也可以设定禁区 你都可以自行编辑 如果你家里是透天多楼层的地形 那因为它看得到 所以它会自动辨识环境 最多可以记录到4个楼层 那另外最让我惊喜的一点 就是它会AI侦测禁区 比如说像我家里客厅的落层区 有一个小台阶有一个落差 那Max-V它就会自动侦测 然后主动帮我把这一区画成禁区 那另外它的镜头也可以当作 远端视讯加通话来使用 因为扫地机本来就能遥控码 你可以叫它去家里的任何角落查看 比如说像家里有养宠物的 就可以拿来看毛小孩的作息 也可以对话 那你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你每一次开启都要输入图形密码 你才能办法启用这个视讯通话 再来我们来看这一次进化的集成充电站 这一次加入了AI科技之后 不只是扫拖器变得聪明 连同充电站也会变得更聪明更全能 比如说你家里正常就是扫拖一次 那是因为家里今天开生日趴 蛋糕饮料撒了地 那地板就变得油油黏黏的 那肯定不是简单扫拖一次就结束 所以QREVOR MAX-V 它这次新增了自动检测动态复洗复拖 它会自动侦测重污染区 自动拖地两次 再加上自动拖布回洗两次 那大家有在做驾驶就知道 你的抹布去抹过蛋糕 那就会变得油油黏黏的 所以当QREVOR MAX-V扫拖机回到充电站之后 除了自动集成、自动洗脱布之外 它这一次新增了动态热水洗脱布 它会自动去记录这次地面是不是很脏 如果很脏 它就会用50-60度的热水去洗脱布 如果不脏 它就是平常用常温水去洗脱布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省电 那洗完脱布 它也会自动用热风去烘干脱布 避免发霉发臭 刚刚一口气带大家看了QREVOR MAX-V 的一些新功能 那接下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心得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一个月来 我放在我家的客厅 每天设定全自动排层清扫 我从来不需要去救它 每天吃饭回家 它就一定在充电站里面 乖乖的呆着 我从来没有看过它卡过一次障碍物 再来是AI语音辨识很方便 你是叫了它 它会直接到你的身边 而且Hello Lucky 这个指令它真的是比较特别 不会说你因为看电视或旁边聊天 然后就误判 第三个是这一次的动态热水清洁 它的清洁程度有明显的提升 每一次拖地 就会变得更滑顺更光亮 而且脱布也会洗得更干净 你看这是我用了一整个月的脱布 摸起来还是有软度 不会发阴发臭 更不用说发霉 好 以上就是这一台扫脱机器人的开箱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